25分的气象时间 今天天气在北东有明显的变化 起床过后呢 云量变多了 水气也慢慢开始增加 而且有降温的感觉 一连四天左右的时间 北东的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咯 先来看一下呢 水气不止呢 东北季风 你可以看到呢 慢慢的有一些局部的华南水气呢 也从大陆这边飘到北台湾的上空 甚至连中部的山区也有一些部分的雨势 所以呢 这一次的雨区会稍微比较广一点 最主要除了季风之外呢 还有部分的华南水气也来 这个加乘搅局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湿雨量 谷坑 陆谷这边的山区呢 稍微比较多一点 累积的雨量呢 在这个山区的秀林 仁爱这边呢 慢慢的有变多的趋势 不过热区还是以基隆 北岸 跟宜兰的水气量比较多 所以温度帐 你可以看到呢 整体的区块 除了中台湾的山区之外呢 就是以桃园 新竹 以北 到花莲 台东地区 尤其迎风面 刚刚说到了基隆 北岸跟宜兰 还有双北的山区 都是未来几天呢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如果说到温度呢 确实在今天开始呢 北台湾又有一个降幅了 昨天高温还记得的话呢 北台湾29度左右 但是今天只剩下22 23度上下 又降了6度 又是一件外套或是长袖的差距 中台部地区 温度虽然没有太大的降幅 但是一样 大概是1度左右 然后云层量会变得比较多 以北台湾跟东湾部地区的云层水气量呢 还是比较明显一点 沿海都还是有阵风跟长浪 以及路上强风的特曝 局部大雨刚刚说到了这些地区区呢 要格外注意雨距的膝带 这样的雨势呢 大概会维持4天左右 周日水气慢慢的减缓 周一是这个季风减弱的时间 但下一波的周二之后 又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气 所以来看一下整体的一周温度的降幅 大概从今天开始就有一点溜滑地的感觉 尤其在低温的部分呢 周六的清晨应该是偏低 而且是最凉冷的时间点 这一波的季风呢 大概下降到15度左右 周日开始你可以看到呢 温度有略微回升 然后周二又慢慢的往下掉 至于这一波呢 下周会不会有冷气团的等级呢 确实有一些模式预告是有的 不过呢 还是静观其变 先把这一波的季风4天 失凉的感觉在北东格外的明显呢 大家要注意穿搭 还有雨势的期待很重要 后续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下周再帮大家慢慢来观察咯 下周再帮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